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3096天》 讲述了一个女孩被绑架囚禁《3096天》 最终重回社会的故事 最让人恐怖的是,这部电影是由真实事件改编 娜塔莎本来有一个美好的童年 虽然父母离异了,但是他们都很爱她 而她的父亲爱她的方式,娜塔莎的母亲无法苟同 甚至因此引发了母女之间的争吵 娜塔莎赌气中独自一人离开家前去上学 她万万没有想到这天是她八年噩梦的开始 一辆白色小货车静静地等在娜塔莎上学的必经之路上 沉浸在忧伤中的娜塔莎 经过车子旁时,一双罪恶的手伸向了她 醒来的娜塔莎发现自己身在一个暗无天日的空间之中 一个脸色苍白忧郁的男人正在给她送被褥 她惊恐地求男人放过她 然后回答她的是怦然关上的门 绑架娜塔莎的这个男人叫小沃 此后的日子里,小沃每天都会给她送吃的 给她讲睡前故事,甚至还会给她晚安稳 娜塔莎一直想要离开 她试过恳求小沃,也试过利用食物装病 但是都失败了,甚至因此遭受毒打和断食 小沃的变态习性在此出落端倪 往前只能走六步,往后也只能走六步 往左边是四步,往右边也只能是四步 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娜塔莎从儿童长成了少女 她开始来月经了 小沃终于允许她第一次走出地下室到楼上洗了个澡 但这是更悲剧命运的开始 因为母亲发现她身上有一根娜塔莎的金色长发 小沃害怕娜塔莎被发现 于是就把娜塔莎漂亮的头发全部剃光了 某日,小沃和朋友前往夜总会 受到性感女子撩拨,但却无动于衷 她回到家中,就在这天晚上占有了娜塔莎 得到了娜塔莎出业的小沃并没有善待娜塔莎 反而更为残忍 娜塔莎开始终日进行强体力的劳动 接受变态的性折磨 娜塔莎日渐消瘦,也越发的屈服 小沃对娜塔莎的屈服相当满意 开始慢慢放松对她的约束 并且还精心布置了一个她们的新婚之夜 就在这个新婚之夜,她告诉了娜塔莎 是因为娜塔莎在甜品店里对她的一个微笑 导致她精心修建了一个地下室 并策划了对她的绑架 我想娜塔莎估计长字都毁清了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 她一定不会对任何陌生人发出微笑 此后娜塔莎尝试自杀 点燃两卷卫生纸,想要熏死自己 但是实在太难受了 自杀已失败高中 之后又在滑雪场尝试求救 但也失败了 这些给她换来的是小沃的毒打 每次被毒打 娜塔莎都会记录在卫生纸上 并将其放入箱子 在箱子堆积的满满的时候 幸运女神来临了 娜塔莎在帮小沃洗车这天 发现大门没有关 而小沃正在打电话 很好就是这个时候了 娜塔莎快速地跑出大门 跑向自由奔向家人 小沃在发现娜塔莎跑掉之后 带着绝望卧鬼自杀了 经历了3096天囚禁的娜塔莎 她的身体虽然变得瘦弱 但是她的精神依然很坚强 她用自己的纸笔把一切都记录了下来 并且公布于众 哪怕再艰难再绝望 她也没有放弃过寻回自由的念头 我想这也是支持她 最终逃离魔掌的力量吧 另外想警告各位妹子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